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共同为您制作的一个新的视频节目 这也可以讲是寻众要求 希望说每一天都可以听到熟悉亲切的老朋友的声音 那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虽然在可以讲到场 其实各方面资源还是很短缺的情况下 我们就勉力为之 就当作是宪普之臣 跟大家做一些生命过程中的一点点的陪伴 一点点的分享 那么这个节目之所以叫早安佛光 当然希望在每一天的开始 大家都平安 大家都吉祥 同时也希望在佛光的照耀之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醒觉的 都可以是正能量充满的 我们中国字讲这个 觉这个字很有意思的 各位知道睡觉的觉跟觉醒 醒觉的觉是同一个字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去查证 为什么睡下来睡觉是这个字 醒过来醒觉还是这个字 到底是睡还是醒呢 我说我没有去查证 只是觉得有这么一个观察很有意思 我希望大家是醒觉的觉 所以是觉悟的觉 那么每一天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中醒过来 有人可能会想 找安佛光 这个佛光是指佛光山呢 佛光会呢 是什么佛光呢 其实就如同阳光是没有分别的 佛光当然也没有分别 只要你随喜 你欢喜 其实你都可以成为一个 佛光照耀的佛光人 尤其在这个非常时期 现在当然因为这个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肺炎蔓延的时期 许多人因为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 对于以前都可以怎么样 怎么现在都不能怎么样 哎呀好多人调试得很辛苦 但我想就是借着每一天早上 找安佛光 这个短短的几分钟里头 我希望有一些观念 跟大家互相做一个勉励吧 那么当然今天因为第一天 我想用《华言经》进行评里头 这个治守菩萨 他问文殊菩萨 要怎么样可以具足一切功德 怎么样可以如何 他问了一百多个问题 那文殊菩萨对他的回答 总答就是一句话 善用其心 就具足一切功德了 那么所以我们要练习者 过去可能因为很忙 不一定跟心相处 现在有这一段时间 其实练习者 这反观自我 跟自己的内心世界相处 那会更加的认识自己 也才不会枉费掉 这一个全世界人类 共同面对的一场战役 那么我说刚刚提到进行品 其中就讲到 如果我们善用其心 你每天你遇到什么人 走到哪里看到什么 这些你都可以引导自己是正念 比如说你是起床 醒过来了 说睡眠食物 你刚从睡梦之中醒过来 睡眠食物 你就当愿众生 一切自觉 周固十方 就是你是完全醒过来的 而且你都可以很清楚地 绝照周边的一切 周固十方 那么今天就是 用这一首祭语 跟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 睡眠食物 当愿众生 一切自觉 周固十方 那明天 还有明天的话题要分享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